還有最後一題 就是因為現在大陸的電影電視圈 就說對那個天價片酬高的巨星比較敏感 那因為新生代有很多演員因為顏值高 所以人氣也很高 可能沒有演幾年的戲 片酬還是很高 您怎麼看待現在這個現象 有這個事情嗎 我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剛剛從澳洲最高的地方回來 新聞也沒看 什麼都不知道 片酬高 說天價 我只說我自己吧 第一我片酬不高 要公布你的片酬 我沒有不高 我不高我都是投資人 我如果我對地不稀有信心 我自己把我的 不希望給片商或者投資方很大壓力 而且他們又想拍這個電影 也想幫一些人 如果我拍個電影會有幾百 幾百號人的工作 大概十年 好像現在我還分三十四十年前的那些紅了 對 因為都在我們電視台也一直有在播 那個沒得分 哦 那個沒得分 就美國的那個歐洲都有回分 好 那小豬的片酬高嗎 小豬 他好像為了拍一部戲他都免費 對 對 因為跟大哥拍戲是我原本之一 別哭 對 別哭 所以現在片酬最高的是娜娜 怎麼變我了 沒有沒有 是 好 這個片酬的問題 應該沒辦法給各位一個具體的數字 就等著來 好 OK